海豹无聊的时候都爱干嘛呢 聪明的小花豹用自己的鼻涕做成了一根根小冰柱 花了一上午时间 总算完成了一圈的任务 然后趁它不注意推倒一根 冰柱像打着节拍一样纷纷倒下 小花豹拍着肚皮乐想其中 比起小花豹的快乐 小灰豹更喜欢晒太阳 就是这舌头一直不老实 刚飞过来的海鸟是越看越不爽 总觉得它是在挑衅自己 于是向小灰豹发起了攻击 但闭着眼睛的小灰豹 完全预判了海鸟的预判 任凭海鸟怎么啄也啄不到它那灵活的舌头 海鸟也不是好惹的 假装撇过头去 然后趁气不备 来个突然袭击 结果还是没啄着 海鸟气不过 使出浑身解数一个劲地啄了起来 忽然发现小灰豹睁开了眼睛 海鸟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戏耍了 略显尴尬地离开了这里 小灰豹却得意洋洋地拍着肚皮 接着又挽起了舌头 不料海鸟也放出终极大招 这下看你怎么吐 还是小灰豹比较懂事 为了不打扰到大家 他总是冒着大雪独自前行 直到找是他正处于上风口 隔壁老李家一整个全军覆没 第二天一大早 爱打搅别人睡觉的还有这只斑点豹 每到夜深人进食 他就忍不住高歌一曲 天天这么好 谁能受得了啊 小斑只好换个地方 无论走到哪 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